法国帅哥想当北京女区 他靠什么美食搞定了赵文杨 我下厨房 让他们感到这个男人不错 吃了农家豆腐 又敞卦炉烤鸭 他四处寻访 究竟有何心愿 是一个很激动很兴奋 也很害怕的挑战 要投资钱 我也没有什么多钱 当法师大餐 遇上忠实美食 外国人在中国 看法国帅哥安闹闹 如何吃出一片天 初春的北京 炸乱还寒 一大早 安闹闹就带着岳父岳母 和两岁的儿子憨寒 驱车去往严靖区 此次严靖之行 可是安闹闹期待已久的 严靖区 地处北京市西北部 三面环山 一面临水 旅游资源丰富 文明中外的八大岭长城 就坐落在严庆区境内 然而 和其他的游客不同 安闹闹这次 却并不是前来欣赏美景的 她此行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去寻找一种 严庆当地独有的 鼎鼎大名的美食 第一次来延庆的农家小专 一切都让安闹闹感到十分心切 这个在中国叫炕 是吗 比较高 它下面主要是高 它下面是能生火对吧 对 那那个火烧热的 摸摸这个特别热 现在还热吗 它坐一会儿就热上来了 对对对 挺舒服 对农见的时候外面冷 这样比较舒服 从没有在火炕上 吃过饭的爷儿的 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躺下来 感受农家火炕的温暖舒适 不一会儿 厨房就传来阵阵饭香 吃货的本能 让安闹闹早已安闹不住 她好奇地跑去厨房门口拽了 想打探一下 究竟是什么香味如此特别呢 当一个车祸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去品尝一些新的材料 所以我去延庆 我肯定要看他们的厨房 有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材料 我肯定要品尝 肯定要研究一下 我来看看 您看看吗 可以吗 可以 在这下边吃三色豆腐 上边就是五花肉 对特别好吃 一会儿你试试 好 非常期待 原来延庆柳沟村的豆腐叶 非常有特色 实际道菜 全部由本地自产的酸浆豆腐制作 尤其是主菜 火盆豆腐锅 更是独树一炙 用白 玉 黑 三色豆腐炖煮而成 安闹闹这次慕名前来 就是为了尝尝这里独特的火盆豆腐 那么他又为什么对中国的豆腐 这么感兴趣呢 我来中国之前真的不熟悉豆腐 在法国豆腐很难找到 我在中国吃过各种外表 各种口感 有熏的 有新鲜的 有老的 有臭的 我最讨厌就是那个臭豆腐 这个我还没吃过 我不敢吃 他这个豆腐呢 就是跟咱们在城里边吃了 温水点的豆腐 是吧 这是当地的可笑 咱们说有三种是吧 我觉得去明关一个国家 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发现 有什么跟我们的国家 不一样的食材的材料 所以我在中国真的非常非常愿意 研究豆腐 吃完了美味的豆腐宴 安闹闹还不满足 他一定要眼见为食 看看这三种颜色的豆腐 究竟什么样 于是他又追着老板来到了厨房 你看这个黑豆腐 就是咱们那个黑豆做的 有黄豆有黄颜色的 有黑颜色的 那叫黑豆 所以里面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 没有 不是芝麻或者什么 我们刚吃的那个那道菜 里面呢是这个三个是吧 再三颜色的豆腐 还有这个炖豆腐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炸豆腐 一共有五种豆腐 对 哇 很丰富的一道菜 对对 然后加这个五花肉 对 这个蓄蓄的 有点姜油是吧 对 很好 非常好吃 原以为霍盆豆腐的烹饪手法很复杂 没想到只简单依靠原材料本身的味道 就已经十分鲜美 能见到如此有特色的农家豆腐宴 安闹闹感觉不虞此行 不一样 对 自称吃货的他 是一名厨师 也是美食爱好者 这次他特意来延庆吃豆腐宴 也是为了给自己即将开业的餐厅 寻找灵感 像这次延庆之行一样 对中国美食的走访 探索和尝试 安闹闹一直乐此不疲 他的足迹甚至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我去了中国不少的地方 我发现每个地方有很多地道的美食 有自己的性格 有自己的菜谱 所以我在各种地方受到了各种的经验 看吧 哇 很生气了 要去上面的手风平了 用一样的材料 用一样的道 对呀 这是我的 这是巨大事的 安闹闹出生在法国普罗旺斯 一个普通的家庭 大学毕业后 他并没有选择所学的多媒体专业 而是来到了英国生活 去了英国的时候 我为了学习英文 我先做了复员的工作 在一些法国餐厅 一些不错的餐厅工作 我也发现其实做复员很好玩 因为我可以推荐 让他流口水 因为我这样没事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用一些漂亮的词 用一些有趣的说法 为了形容这道菜的味道 那么他究竟为何对美食如此热爱 如此感兴趣呢 这还要从他儿时说起 我的妈妈特别喜欢做菜 她做的是家常菜 但是她做的很有爱 所以我大概五岁的时候 开始帮我的妈妈做蛋糕 不光教儿时的安闹闹做菜 妈妈还送给了她一本 记录着自己烹饪心得的家传菜谱 鼓励她学习厨艺 美食一直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的妈妈跟我说了 美食可以带来给人幸运 妈妈说的果然没错 很快对美食的热爱 就给安闹闹的人生 带来了第一次好运 今天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 一早安闹闹就来到菜市场采购 准备给全家做一顿丰盛的元宵佳大餐 在今天的餐桌上 安闹闹还打算做一道她自创的看家菜 这道菜对于安闹闹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她今天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道菜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买完菜回家 安闹闹就开始准备制作今晚的大餐 洗菜 七配 一切都井井有条 在一旁给安闹闹打下手的 是她的妻子重重 重重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姑娘 她们两个人相识于因果 当初的偶然结缘就是因为美食 我才因果的时候 见到了一个北京的姑娘 是一个朋友做一个party 我们都在厨房里面帮忙 然后我们开始聊天 发现她很可爱 发现她是一个吃货 我肯定不会爱上一个不喜欢美食的姑娘 无论她多么漂亮 我第一个要求是必须喜欢吃饭 因为我们很多方面都非常的相契合 但同时我又觉得就是很可惜 就是因为才刚刚遇到一个就是非常聊得来的人 然后又很会做饭 但是我后天就要飞了 命运似乎在考验这对年轻人 爱情才刚刚萌芽 但重重已经留学期满 还有三天就要回中国了 安闹闹决定 展开一场跨国追求行动 接下来的三个月就是 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条短信一定是她发过来的 睡觉前一定也是她发过来的 所以三个月之后 她就忽然间有一天 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email给我 她说我要用我今年的公司的这个年假 来北京来想去看看你 追寻爱情来到北京 然而现实却并不像安闹闹预期的那么顺利 初来乍到的她 还没来得及仔细感受北京城的魅力 就先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重重的父母完全不能接受这个 贸然上门的法国小伙子 第一次她来了以后 因为中国人特别传统 说的你随随便便找一个外国人 而且这个外国人家庭情况什么样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就特担心这事 我爸妈真的是就是很生气 我妈妈还跟我就是吵了一架 原本就不被接受 然而第一次登门 安闹闹又弄巧成桌 给了父母一个极差的第一印象 我没想到她进门先叫我们什么你知道吗 爸爸妈妈 因为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都一下子两半句 我说这个你不可以 因为首先我还没承认你 这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 这进门就叫这个 面对质疑 靠什么美味打动女友父母 粉红色胡椒 绿色胡椒 黑色胡椒 又鲜又不腻 特别好 走红网络 意外吸引了谁的特别关注 外国人在中国精彩继续 我今天要做的红烧肉 其实是法国的味道 很重要是看看有多少肉和多少肥 我不喜欢有太多肥肉的部分 我喜欢有一件肉的 红烧肉是中国最普通的一道家常菜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秘方 南方北方的做法也各有不同 而安闹闹的这种法式红烧肉 到底什么样 背后又有着一个怎样的故事 我们在法国做这样 就是先把这个生肉 变得更有颜色 让它更入味 然后慢慢炖的 安闹闹试着按照法餐的做法 在红烧肉炖煮时 加入650毫升的红酒 红酒中的乙醇和丹宁 能有效分解肉类的山味 味道上代替了中式做法中的酱油和糖 粉红色胡椒 就是一个铝色胡椒 黑色胡椒都不一样 之后 它再加入从不同国家带来的 食欲味香料 经过多次配比实验 终于这道法式红烧肉成功了 那么这道菜又是怎样帮助安闹闹 改善了和丈母娘的关系呢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看重重的家庭 我那时候住酒店 不住他们家 但是我天天来他们家 跟他们吃饭 他们因为很礼貌 给我吃很多中国菜 然后她妈妈做的红烧肉非常好吃 我做的红烧肉 基本上先从血肉上 就是五花肉 先炒糖色 糖色颜色 用冰糖炒要重一点 完了在炖的时候 我一定要搁一点番茄酱 又鲜又不腻 特别好 所以每次我做红烧肉 安闹闹都说太好吃了 我记得她第一次来的时候 她吃了好多红烧肉 美味的红烧肉 让出到中国的安闹闹 一下子爱上了中餐 也让当时蒸苦于预言不通 无法与重重父母沟通的她 顿时灵光一现 找到了改善关系的办法 在中午 美食文化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为了变朋友 为了跟别人合作 要一起吃饭 要一起喝酒 我很爱重重 我肯定要让她的父母 更认识我 所以我觉得我下厨房 让他们感到这个男人不错 看看他们能不能喜欢我做的菜 就这样 安闹闹开始每天主动上门 给重重的父母做饭 很快她精心旁人的诚意 尤其是自创的那道美味的法式红烧肉 开始令重重的父母 渐渐地打消了最初的过滤 其实爸爸妈妈心情很简单 就是希望女儿幸福 但他们就看到安闹闹给我做饭那种我幸福的样子 吃到皮肤也很好 满脸红光 我爸妈妈看得到的 他们老人眼睛很犀利的 随后安闹闹开始积极地练习中文 并在一家媒体公司找到了工作 当看到这个法国小伙 在北京的生活渐渐稳定下来 冲冲父母终于接受并认可了这个洋女婿 那我放一件这个意大利醋 对 转圈 对对对 你这么知道 谁让你当我女婿 是吧 哎 漂亮 好吃 好 您的做法也终于 差不多 我接受好多闹闹的一些做法 中国和法国特别适合大队 真的 我们的美食文化 必须的合作 对 互相学习 没有签合同 没有签合同 没有 现在他们一家人过得融洽而温馨 安闹闹最喜欢的是 还是给全家做饭 也开发了越来越多 融合中法口碑的拿手菜 这样 sante sante 中国的红烧肉是靠酱油 对 你这个红烧肉靠的是红酒 嗯 做的味道非常好 嗯 谢谢 而且肥而不腻 我也吃肥而不腻 不想要吃 哈哈 慢慢给一块来 给一个红烧肉 那个不是我 2015年 安闹闹闹闹开始在社交网站上 分享一些自己做菜的照片 还参与拍摄了几段网络美食视频 原本只是出于业余爱好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短短两个月 居然就有了十多万粉丝关注 而且更令他意外的是 在这十多万关注者当中 还有一个人 非常的特别 今天 安闹闹和合伙人李中民相知 要一起沟通一下餐厅开业的计划 我上次调整了个菜单的价格 它那边你甭管是点一个savage 还是会点一个bougal化 李中民经营着一家餐饮项目投资公司 正在寻找优秀的厨师进行合作 当时正是他在网上 发现了安闹闹身上的潜力 便有了与他合作的意向 那我们也看了一些 他以前做的视频节目 就发现的话呢 很有吸引力 因为我们跟他合作 是打造品牌和餐厅 那关键还是要从 吃的角度去体验 所以我们确实组织了四次 这个吃货 不同的人去他家 去体验他的美食 非常非常好吃 当一个特别喜欢做菜的男人 有一个机会开自己的餐厅 是一个让我很激动 很兴奋 也很害怕的挑战 有一些我真的不知道的方面 比如说肯定要投资钱 我也没有什么多钱 没有资金 也没有任何创业经验 想要实现开自己餐厅的梦想 谈何容易 而李仲敏的公司 正是给安闹闹提供了一个 完备的运营团队 对他进行系列的策划 给予专业的经营管理支持 这一切都让安闹闹的梦想 一步步走进了现实 你知道我寒激动吗 真的真的 这个是从我的厨房 看出来 对对对 没错 然后 然后对 这个有一个 在餐厅装修起来 安闹闹每天要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 令她感到非常疲惫和焦虑 然而此时 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也渐渐浮出水面 而处在焦灼状态的安闹闹 却并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 为研制招牌菜 向烤鸭大师取经 两年的时间 联系这个动作 你不是发张吗 我不发张 又是什么情况 让她的父母 特意从法国赶来 累萨事故现场 外国人在中国 精彩继续 餐厅开业的时间 已经临近 但是安闹闹却还是 迟迟不能确定 餐厅的招牌菜 她希望自己的招牌菜 既有法餐的精致细腻 又融会中餐的传统技艺 所以基于在原有的菜品上 进行突破 期望能标信利益 特色鲜明 我特别喜欢 就是创新做新的菜股 我在四个国家生活 我法国 英国 美国 中国 每个国家做的不一样 也有不一样的一些材料做法 可以通过这样的经验 来收到一个新的灵感 来做一个新的菜股 今天我带你去五爷家 给你介绍一位大师 安闹闹将全部精力 投入在创新上的焦灼表现 让李中民看在了言本 他决定 带安闹闹聚家餐厅取取精 五爷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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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个是安闹闹 真名张湛杰 是从烤鸭大师爱广富 是清真派烤鸭的第三代传人 曾获海峡两岸十大名厨称号 今儿来也是跟您学一学 学习交流交流 互相学习 烤鸭 老师傅 一切感觉 与安闹闹的西餐厅 完全没有关系 那么李中民介绍他 来取精的目的是什么呢 烤鸭是享誉中外的 北京传统饮食 讲究外观饱满 皮层酥脆 来到烤鸭间 安闹闹马上对传统北京烤鸭 所用的木柴产生了兴致 这个是什么木做呢 这是枣木 枣木 烤鸭必须用果树木 它是第一个特点 它是耐燃 第二个特点它无烟 有一种枣的风香 风香 对对对 吴爷家采取的 传统明火烤制的烤鸭方式 让安闹闹大开眼睛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 也想亲自试一试 鸭师傅手中这长长的烤肝 我拿一个这个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 小心后面 兴冲冲地 向亲自把鸭皮进入烤鸭 结果安闹闹发现 鸭鸭的入口很小 鸭皮根本无法顺利 它这个入鸭 这个环节啊 做一个烤鸭师 最少需要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我请那个厨师说간 其实这个动作需要两年 我觉得需要两年是因为 除了这个动作 有很多其他的方面 这个牙齿的状态 那个温度什么有很多方面 需要经验 经验也不会学习的那么快 经验需要时间 做好吃的肯定需要时间 哦 很香很香 我期待吃这个烤鸭 第一次经验目睹 刚刚出炉的烤鸭 安闹闹迫不及待地 想要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李总带我去看 五月家的烤鸭很有意思 我知道他想要介绍给我 一个很传统的中国菜 我需要了解中国的做法 中国的材料 来用这个更新做新的美食 我要努力找到这个平衡 从烤鸭中 领悟到了平衡的重要性 安闹闹从零开始 重新回到了妈妈送给自己的 家传菜谱上 他终于明白了 这些他最熟悉的味道 正是他最想作为招牌菜 呈现给顾客的味道 多年以来 想要开一家属于自己餐厅的梦想 即将实现 然而还有一个心愿 一直在安闹闹心里 酝鸭着 在餐厅还在装修期间 他特意把父母从法国接到中国 他要亲手为父母创造一个惊喜 他叫做梦 他叫做梦 庄庄和梦想 这是我的父母的 因为我的家庭是我的妈妈 和我父母 那么感谢新的梦想 我希望给我的父母一个惊喜 我的餐厅叫周密 周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叫周姨 我的爸爸叫密书 周姨密书周密 看到这个具有特殊含义的餐厅名字 妈妈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更让她欣慰的是 那个从小就爱跟着自己 在厨房帮忙的小男孩 如今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 拥有了幸福的家庭 和热爱的事业 其实今天还是安闹闹妈妈的生日 安闹闹特意选择了这一天 带父母来到餐厅参观 就是要把自己的餐厅 当作一个特殊的礼物 来感谢父母 给了自己一颗热爱美食的心 2016年6月1日 安闹闹的餐厅终于开业了 她的招牌菜也准备就绪 即将迎合 OK 今天我做我的招牌菜 黄结末烤鸡腿 我用一些法国的黄结末 中三没有 然后我也用一些中国的花椒 还有麻椒 这是白鸡香 白鸡香是普鲁王 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材料 有健康很香 好吧 这个黄结末烤鸡腿要研制一段时间 我现在要准备它的一个很有秘密的一个酱汁 我的黄结末烤鸡腿是去骨头的 但是这个骨头肯定不要人要 我用骨头先烤一下 然后用这个骨头做一个汤 这个汤会变成一个很浓很浓的 很有味道 然后最后放在那个鸡腿上面 在等待酱汁熬制的过程中 再将腌制入味的鸡腿肉 用大火煎到表皮酥脆焦黄 之后还要再用烤箱烤至全熟 来增加鸡腿的烧烤方位 这道菜正是以传统的 法国家常菜做法为基础 借鉴北京烤鸭的烹饪方法 和中国的花椒调味 口感丰富 别具风味 好